如果我不介意的話 我可以 我側面長得很像一個巨星 高齡夢 攤手錶 攤手錶 骨娘 我們都知道一路不來 那以後 我爺爺是有留一塊地給我 要天氣好的時候 去才找得到 我們可以先住一起嗎 我就住在陽台 這樣我就不用付房租了 就是 那你等我一下 你去找我男朋友來 所有的父母親 面臨這一關的時候 總是 緊張 對 焦慮耶 很堅戒啦 自己小孩子的另外一半 阿姨 他說要對他男朋友來 對 就是我 逸祥 誇獎 誇獎 有莊姐 有莊姐你 我覺得你又變年輕了 有啊 你比上次還年輕耶 你真的越來越年輕了 嘴巴還真甜耶 而且 你怎麼保養的啊 等一下 你們兩個站起來 我看一下 怎麼了 我先 妳先站起來 我看看 我沒事 沒事 還可以嗎 這樣子還可以 OK啊 不是 那你們交往多久了 我們交往大概快一年 上次去家裡烤肉 那我們就有聯絡 那其實都不有好感 這樣喔 我們都不知道 我覺得他很可愛耶 是很可愛啊 因為我也有看你的節目 很好笑啊 對啊 是 因為我在風神無雙也八年了 那其實滿久的一段時間了 那我也聽說到紫陽啊 他想要往戲劇發展 如果我不介意的話 我可以 封城現在還有嗎 封城現在還有 因為我有時候有看 沒有常看這樣子 對 那我們可以問一下 那個一集多少錢 我們一集喔 當然每個人價碼不一樣 但是主要是說 因為現在是順哥 現在在主持 所以我覺得我前景滿好的 而且他準備要退休了 而且順哥準備要退休了 他最近膝蓋真的很不好 對 因為他常跟我說 可是他膝蓋不好 他這一次蹲下去 就可能 對 你不覺得他很幽默嗎 不是吧 你不能講啦 那個搞笑 跟膝蓋沒有關係啊 很多人都說 我覺得很多人都說 我側面長得很像一個巨星 也就是說高齡嗎 我側面長得很像一個巨星 高齡嗎 沒有吧 哪裡啦 難受吧 難受吧 快點 有一點這樣的一隻啊 對啊 你看我問你什麼 你根本有回答 當一集多少千年沒學 現在一集喔 反正現在沒有機會 以前是比較低啦 現在調到 調到三千 變得有調比較高了 現在調完之後 調到一集是三千 對 我也好用 一集三千還滿多的 那因為我們節目這樣錄 我其實一年下來 我可能有 有個三五萬的收入 是沒問題 對 一年 一年 三五萬 當然我還有額外其他的節目 那你不會覺得這樣錄得很清楚嗎 而且我們可以一起賺 其實沒有關係 對 我覺得只兩一的 那他的話他上節目 那他可以講 八百起跳 我覺得他現在的狀態 他可以從八百起跳 那慢慢做 因為我們都需要一步來 對啊 也不能說一下子 一步登天 我也是這樣慢慢起來 就是小孩子談戀愛 我是覺得OK啦 因為你今天如果說 你們是幾歲了 你想忘記 我今年三十 已經三十 對 那現在年收入大概多少 有八萬多了 你不是說 我是問一年嗎 一年嗎 對 一年八萬多 你一百萬多 我爺爺有留一塊地給我 去哪裡 我爺爺是有留一塊地給我 我爺爺有那塊地 大概七百多坪 還有另外一個是在 十分寮步步 那邊再過去一點 十分寮步步 對 十分寮步 要天氣好的時候 去才找得到 像十分寮步步那邊 要天氣好的時候才找得到 對 我爺爺 天氣 對 什麼意思 不然 會遮住啦 會被遮住 有霧吧 有霧 有霧的是 應該是霧很大 霧很大 我是賓市最大台的那個 我目前是開賓市最大台的 公車 公車 你不要這樣 公車啦 我知道公車很好 因為我常常說 坐公車坐捷運都滿好的 對 這樣可以安全 那只是說平常約會的話 就是坐大賓市這樣 對 我們可以一起坐公車 我們沒錢 但是我們有愛啦 對 我們可以先住一起嗎 不是 順嗎 那你現在住哪裡 在新義區 對 那你這樣的話 一個月幾千塊這樣子 能夠付房 我現在住的那邊就是 房子大概70幾坪 好大喔 70幾坪只是陽台而已 70幾坪只是陽台 那你室內幾坪 沒有沒有 沒有室內 我就住在陽台 因為那邊採光 你怎麼打 陽光都照進來 我白天也不用開燈 那晚上又通風 那一個月資金多少錢 我是每個月 去幫房東太太安 這樣我就不用付房租了 就是 我這樣就不用付房租啊 對啊 但是他要幹嘛 我不能拒絕就是了 不過就是那個房東太太要幹嘛 我比較不能拒絕 對 但是阿姨你相信我啦 我們都是很單純的 我也是很正派的 可是我覺得說像你還是 先不要考慮 結尊這個問題 所以要自己啦 對了 阿姨 我跟你講喔 我最近有接一個代言 然後他有給我很棒的優惠 對 那這個可以給你 這是我們整型 整鎖 我代言的比用券 兩百 兩百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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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張給你 你可以折四百塊 我覺得這樣省滿多的 只是髮型 沒有 它是整型的 就是你如果需要去微調 拉皮 你覺得 你哪裡不夠好 沒關係 就是你保養也可以 對 可是兩百塊能夠做什麼 萬一有需要 兩百塊 其實你外面一個便當就一百了 你這樣省了兩個便當錢 可是這邊一個雷射也是五千塊 那這家夠意思吧 那你... 不如小補啦 不如小補 那你應該拿個十張來嗎 沒有 沒關係 那阿姨 等一下 我有個電話 這次不用了 沒關係 你留著 你留著 那我放這裡好不好 你們有需要 不要這樣 不要浪費了 我還有事情 我先去弄一下 那你等一下 我接一個電話 等一下再接 好 怎麼樣 神經病 這是什麼啊 幹嘛 這四百 你幹嘛不要 真的還假的 是嗎 諧星搞笑 你為什麼要這樣 誰心疼嗎 我覺得很可愛 不是啊 好笑 不能當飯吃 不會啊 可是我覺得我每天這樣子 因為有些男生真的 會讓你壓力很大 但是他給我每天 我覺得很快 而且我們可以一起追求夢想 我覺得滿好的 那我們現在出去吃飯 他點行李 有付錢嗎 太快了 他有看新聞 你知道這個嗎 不過他有都帶一個便當來 帶便當來 對啊 你說你交往多久 差不多一年 一年多 沒有 我們認識很久了 他一起追蹤車的話 怎麼了 一千八萬 你認識夠我 沒有 因為這種工作 本來就是這樣 有一餐沒一餐的 我知道 可是他已經30歲了耶 這樣就還可以啦 而且 沒有 而且他很聰明 說不定他以後 還會往政治的方面走啊 政治更久了 你是不是 我去去殺害人 什麼時候 你怎麼這樣子啦 大家來給你認識 你剛剛 你剛剛這樣 不可以進去面子了 我看有這種 用笑的態度 你剛剛問的就很不 問那個 你怎麼可以玩 他都沒有一個 他也沒有回答好錢 這也沒有別人啊 你這個面子啊 手牽手耶 狗狗 這個畫面 對 沒有 手牽手是他今天的酬勞 對 來 來坐坐 有時候其實脾氣算好耶 對啊 都還徹徹給你 你看你400塊的那個抵用券 你還沒有發飆 頭就扒下去了 對啊 一副說老娘還需要去整形 對啊 我整形也就算了 沒關係 還給400 那用個屁 對啊 那我頭髮還不值這個錢 對啊 演藝圈就是這樣嘛 對 媽媽 媽媽能夠了解這個 對啊 所以他剛剛很害怕我 真的跟 霧露歧途 真的很害怕 他剛剛一集3000 而且 六秋天八萬